再來看到 中國安徽省又有3名中共公安部官員落馬 週四 安徽省公安廳原黨委副書記 常務副廳長陳小平 吳湖市公安局前副局長許鴻斌 以及吳湖市公安局前政治部主任施安新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在被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安徽省是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中共紀監委的通報 没有说明陳小平严重違紀違法的詳情 陳小平从1981年6月起一直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 曾任公安厅8處4處副科長 科長 4處副处長 处长等職 2002年2月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 党委委员 2009年4月起升任安徽省公安厅党委副書記 常務副厅长 2013年3月退休 11月4日 安徽紀監委还通报 安徽吳湖市公安局前副局长许洪斌 吳湖市公安局前政治部主任施安新 涉嫌严重違紀違法 被双开 接受调查 另据《明慧網》报道统计 安徽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人数 在全国排第17位 是迫害法輪功學員 嚴重的地區之一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迫害責任單位安徽省公安厅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 紐約報道 新唐人電視 紐約